田副市长命令 天亮之前 把焦志欣押到玉泉营 秘密枪决 焦志欣 还没有交代图纸的下落 如果马上对他执行枪决 是不是 他是个死硬分子 从他嘴里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情报 佐藤不是说办法 让他开口吗 佐藤亲自动手 也没有敲开他的嘴巴 留着他只能是个祸根 那图纸怎么办 佐藤说 他可以搞到 楚总 我听说佐藤提出要回国 刚刚接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来电 说是负责远东事务的米勒上校 将在日本召见他 那也不能放他回国 楚总 佐藤本来就是我们的俘虏 只是因为X计划才暂时放他出来的 放他回国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他必须把图纸全部交给我 佐藤真的能搞到图纸吗 他应该明白这是一种交易 他不把图纸交给我 他就永远不可能回国 明白 出座 出座 我马上通知行刑队 田副市长命令 让我全面负责这次行动 是 出座 出座 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交至新是我亲手抓到的 我想亲自对他执行枪决 好吧 就把他交给你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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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图纸藏在什么地方 你把图纸藏在什么地方 说不错 能不能找个机会和你表弟认识一下 那行 找个机会约你跟他见面 就是被杀了 也不会把图纸交给你 我求求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 啊 新中国万岁 打赞 打赞 谢谢爸爸 干杯 谢谢 妈妈干杯 来 多吃点啊 好 来 来 来 好吃 来 来 来 进来 来 爸妈 再见 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 来 叫做 谢谢 爸爸妈妈 我跟你们说啊 我记得小时候好像姐姐还没有桌子那么高的时候啊 她就敢爬到树上去掏鸟蛋 还敢下河里去摸虾呢 姐姐你记得吗 嗯 好像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吧 你跟那个日本小男孩打架把他追的 你哭了很好的 谁像你啊 胆子那么小 见个毛毛虫都哭半天 我没哭 你怎么没哭啊 甲峰小时候可是爱唱歌的 那些民间小调 他只要听一遍 就都记住了 那还不都是您教我的 姐姐 妈妈的小调唱得可好听了 对吧 对 妈妈 好久没听到了 你唱一个吗 对啊 我老了 唱不好了 唱一个吗 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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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唱个樱花 好 我来帮你走 嗯 Sakura Sakura Yayu yidu Burangwa Yiwakatsu Sakura 快蹦 Watsuri Hazimura Yi yoi Zo Yi y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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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ai Yi yoi schle Yi yoi 是 宰 Wats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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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从哪儿弄来的 何处长 图纸一定要保管好 放心吧 我马上锁进保险柜 我建议有关图纸的事 您不要对任何人提及 张家口宣话实现 三十五军早已经撤离北平了 华北郊总顾头顾不了北 没有时间攻击这份计划 那炸药不是早已经运过去了 炸药早已经堆满仓库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接到宋经地道的命 军统可以通过毛人凤局长 具体实施XT 除了华北郊总 谁也没有权利实施这个计划 恐怕是怕承担这千古罪人的丑名吧 左藤先生 你不是马上就要回国了吧 我看你啊 还是多考虑考虑你以后的处境吧 我听说你们国家已经被美国占领军所统治 陆军内阁情报局已经撤销了吧 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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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你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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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把我们保释出来的 很抱歉 到现在才能把你们保释出来 谢谢 对了 表弟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先回家吧 姑妈 我 不行 我先回家 走 走 听妹 苏先生 史先生来了 谢谢 我父亲已经接受香港大学的邀请 决定全家搬到香港去了 那你怎么办 是不是准备和他一起离开 我决定留在北平 这样就好 公司的账务都归你管 你要是真的走了 我这个总经理就不好当了 一方面是为了公司的业务 其实 要给你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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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你对小姐的想法 你父亲已经告诉我了 我们两家是市交 你小的时候 我们还订过娃娃亲 你们不妨先教我 等我机会 我再问问他 谢谢伯父了 等等 钟亮 香港还有笔钱要汇来 你去取一下 好嘞 对了 别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我明白 我是孩子 拉高 Born 挨他 但是升职 之后 可以 泉 肚子 主席 坑子 刀 元 人 孤 前 谢谢 谢谢 你怎么着 活过来了 大爷 谢谢你救了吗 是你的命大 不行 我得走吧 不行 伤还没好 不能大动 不行 我这样会连累你的 你放心 我这儿没别人来 你就踏踏实实地在这儿待着 等养好了再走 好吧 谢谢 现在外面风声越来越紧了 报上每天都等着抓共产党的消息 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你和你表弟的关系 你可一定记住了 从今往后跟谁都不能再提起这件事了 您就放心吧 姑妈 你替我跟医院请个假 我过几天就回去上班 从我们被宪兵抓走的第二天 医院就找了新人 帮你顶替了 我也决定离开这家教会医院了 您要离开教会了 为什么 现在外面这么乱 有消息说 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到了廊坊 北平马上就要打仗了 兵荒马乱的 我已经辞职了 准备先回四川老家去 那您什么时候走啊 下个星期 车票已经买好了 姑妈走了以后 我在北平就算也没有亲人了 是啊 我原先是希望 你能和你表弟在一起 可谁想到他惹了杀神之祸呢 他不在你身边 今后就剩你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您就别担心了 我没事姑妈 那天把我们出来的那个人 他叫什么 周伯勋 是个好人 有情有义的 我看得出他喜欢你 可他是个国民党军官 我一想起表弟是被宪兵打死的 你 你不是说他是军医吗 这和宪兵是两回事 再说了 他要不在军队上 也保不了我们呢 这和宪兵是什么 这和宪兵 回来 老弟 每年生日 你都给我送蛋糕 好 谢谢你啊 这不是你爱吃吗 你刚才给我的饭店买的 你最爱吃的巧克力奶奶 还是你心疼表姐 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 我知道你对表姐好 可是我比你大 才能不合适 我没这么想的 姐姐 这裙子也太花了 怎么穿哪 这是我特意从博士顿给你买的 多好看啊 可是 你看 你看 这不短 风一吹都起来了 那怎么了 美国现在就流行这个 是吗 当然了 那也不行吧 你赶快穿上吧 我跟你说啊 你穿上这条裙子 走在大街上 会有很多很多男孩喜欢你 知道吗 你说什么呢 你先瞎说 哎 怎么了 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不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 就不告诉你 哎 我不告诉你 快点了 别辛苦 快快快 上我自己 姐姐 你知道吗 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啊 班上好多同学都有兄弟姐妹 我可羡慕他们了 不过现在没事了 现在你回来了 我就再也不会觉得孤独了 哎 其实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孤独的 姐姐 我觉得 妈妈这回回来好像变得陌生了 那是因为你离开她的时间太久太久了 不是 你觉不觉得妈妈每天都不开心 还不是怪爸爸对她太龙大 不是的 爸爸每天都特别想你和妈妈 他听说你们要回国的消息 高兴得都睡不着觉了 是吗 嗯 什么声音啊 等等我 等等我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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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 没有事 我们刚才听到好像有椅子倒了 是妈妈不小心捧翻了凳子 让你们受惊了 真的没事吧 没事 你们都去睡吧 回你们自己房间吧 早点休息 我要等着我 都快来吧 ashgat 刚才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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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一位 苏先生吗 我是肖志欣 李正成教授的学生 前些天我去过您家里 我想请您出来谈点事 先生归姓 姓苏 苏先生 里边请 苏先生 请坐 在包上 见到焦先生的消息了 是 就是从您家出来之后 就被邪门队给抓了 报警说你遇难了 对 我被执行了枪决 可是很幸运 我没有死 那就祝贺焦先生命大 谢谢 苏先生 我去了藏图纸的地方 可是并没有找到图纸 我在想 是不是 您把它们拿去了 我没有拿过 苏先生 李正廷教授为了保护这几份图纸 献出了生命 你怀疑我 这几份图纸 关乎到北平这么多文物建筑的安全 所以 你要是没别的事 我先走了 好 博君 来了 出座 您找我 坐吧 博君 这是X计划的全部图纸 刚刚接到命令 华北交总副作义将军 决定暂缓执行X计划 军统内部矛盾很激烈 很多人认为 绝不能把一个完整的北冰城 交到共产党的手里 博君 你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高见 我以为党国利益高于一切 X计划第三期工程至今还没有启动 既然现在图纸已经回到我们手中 可以建议上司 先期将密室暗道的开决工程全部完成 这样 如果需要我们实施计划的时候 才不至于被动 好 我就派你去执行第三期工程 只要出所医生令下 我保证马上开始工作 按期完成施工 你回去等着我通知吧 是 那个焦志欣没有被打死 您说谁 焦志欣 不可能 那天现场是处坐金字指挥的 可是确实有人看他还活着 那他千万不要再碰到我手上 如果被我发现 我会让他连死两次 来了 来了 电话得那么急 出什么事情了吗 没事就不能请你来坐坐了 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进来吧 这是 你先坐 姑妈临走以前 让我一定要好好地谢谢你 可是现在外面又这么乱 所以只好请你在家里坐坐了 你姑妈去哪儿了 你姑妈去哪儿了 回四川老家了 回四川老家了 也好 也好 谢谢 姑妈走了以后 我在北平就再也没有亲人了 那如果今后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尽管来找我 现在局势这么乱 你们这些当兵的随时都有可能走 你们这些当兵的随时都有可能走 那到时候我上哪儿去找你啊 我决定了 我不离开北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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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你决定不离开北平 你跟我有关系吗 你不喜欢我 我不 我不能牵连你 你 其实 我的处境很危险 你会后悔的 我 我知道了 快把她扔进来吧 谢谢 不客气 你这么乐 神父 云轩变了 他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温温而扬 关心体贴人 他现在固执丝绊 而且动不动还生气发火 他的灵魂已经迷失了方向 现在时局动荡 人心惶惶 他可能只是压力太大了 他对我越来越冷淡 我们已经分开 分去很久了 他可能是要有个适应过程 家里人本来就不同意我来中国 如果云轩他再不要我了 我就只有会过了 我会为你和他祈祷 您好 我想问一下林倩如小姐在哪 他早就不在这了 他去哪了 不知道 他姑妈还在这上班吗 他姑妈也此时离开了 今天下午有人来找过你 有人找我 谁啊 他说叫张 张少川 他在哪呢 他说晚上八点还来找你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沈福 你是云轩的好朋友 请你多劝劝他 好吧 我去找他谈谈 还有 请你转告他 北平马上就要变天了 请他为这个家 为他自己多想想 就会保佑你们全家平安的 谢谢 别动 走 张少川 同学 你受苦了 老郑 你们先去吧 昨天 我去了我藏图纸的地方 图纸已经被敌人拿走了 被敌人拿走了 这不可能啊 我们已经得到了可靠情报 图纸确实已经落到了 国民党军统特务手里 可是 藏图纸的地方 我只告诉过一个人 谁 苏云轩先生 你了解苏云轩吗 其实我跟他并不熟悉 他是李正平教授的朋友 李教授好像十分信任他 你说 会不会是他 我们会通过关系 进行了解的 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图纸已经被敌人拿走了 我们怎么办 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那我现在就回这边去 你回去啊 回去啊 你给我滚 苏云轩 苏云轩 你回后不回的 爸爸妈妈 你们怎么了开门 少用这种话来问你 小方给我开门 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了 好好好 我走我走 我现在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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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是死是活 你们是来 不要管我 妈妈 妈妈 爸爸 你怎么能这么对妈妈呢 你傻傻嘴 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走 你让他走 现在外面那么乱 你让妈妈去哪啊 爸爸 自从妈妈回家之后 每天那么辛苦的 我亲自下厨房 给咱们熬堂做菜 还给你晕衣服打毛衣 把家里能做的活都给干了 可是你呢 整天像个冷血动物一样 板着一张脸 还老是跟妈妈吵架 我跟姐姐说 你对妈妈太冷淡了 要我说您不是冷淡 结实就是冷酷 我说您呢 您是黄泰吗 您是黄泰吗 难道是不是黄泰吗 您呢 这是黄泰吗 combined 这 take a look at light 顾 optimal人 我现在5个人 已经任何了 已经死了 我现在已经死了 是黄泰吗 因为你只有了 让开你 那你就会和李教授一样被杀了 好 联总联见 联见 正好 长沫 对不起 跟您借个伙 别动 もう 没出事 周拥新在哪 他今天没上班来 在哪能找着他 不知道啊 今天晚上东江民巷 他去参加美国大使馆 庆祝酒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是谁啊 怎么 张婀 请教先生进来吧 您认识我 千禀听 恐怕没有人不认识先生了 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您的照片 您是 我是兄子 我太太和我大女儿 刚从日方回来 家里来把人杂 arian 还有 他 伯伯 你能不能 好 走了吧 魏武学也好 你好 最近好生意啊 放点手 你还销声 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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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有名字 谢谢 啊 哦 终于现在 是政治 现在 你能肯定吗 当然了 李宗仁买充喜 老李宗仁下来 最后不知道什么话 就是将近 有关 当然有关 不过我听说 你没有美国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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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好 你好小瑶 你好神工 你也来参加聚会啊 对 这可能是美国人在这里 最后一次就行告别宴会了 嗯 你也要回美国吗 要去 我刚刚问了神父这个问题 神父还开玩笑说 如果能够把教堂搬回美国的话 他就可以不离开教堂 对就是这样 要想后没办法 妈妈 我出去偷偷去 你们先聊吧 去吧 再见 再见 velocidades Cabez SVG 拍》 аф 陈晓鸣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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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相隔千里 我们的心 紧紧相依 相逢团聚 却依偎着永远别离 我不能相信 我真的失去了你 我无法忍受 你只能成为我的记忆 我不能相信 我真的失去了你 我无法忍受 你只能成为我的记忆 我的记忆 我亲爱的你 你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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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哪怕天堂的仙 日转月影 我们从此不分离 我们从此不分离 你这是闹义气 血丝愤 周伯勋还在抢救中 那我能见他吗 没有宪明总部的批准 任何人也不能探视他 我是他的朋友 那也不行 那你告诉宪明总部 我是他的未婚妻 我必须一起见到他 姐姐 你快劝劝妈妈 妈 你去哪儿啊 你们谁都不要管我 我能不管你呢 你爸爸不要我了 他要把我赶出这个家